王涵被POA 何炯不好意思问 芒果台狠起来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2010年 湖南卫视为答谢粉丝 策划了金芒果粉丝节 不仅给粉丝 抽取实打实的金芒果 还让粉丝登台 与主持人一起cue节目流程 当然最吸引眼球的 还是收集粉丝 对湖南卫视的八大疑问 直播解答 其中包括 为什么听人传媒 那么多艺人纷纷离开 湖南卫视的广告 为什么那么长 等稀里话题看点十足 杨岚说 观众抱怨湖南卫视 像是在广告里面插节目 而不是节目里面播广告 王涵现场采访 当时的广告部主任解答 这位毕业于 北大中文系的高考状元的发言 可以当做职场POA的木板 首先他开玩笑时地 批评王涵 作为台里的主持人 怎么能怪广告多呢 那可是我们的钱袋子啊 其次说观众觉得广告长 那是因为节目太精彩 期待之高就觉得时间慢 如同约会等待对象一样 最后还会有几观众 贡献广告时段的收视率 说广电刚发了文 对广告市场有限制 观众正好可以完整地 看下广告 算一下时间 有没有超时 这番步步为营的套路 让何炯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原来是我们的错呀 而关于天约艺人解约的问题 作为龙丹妮中学同学的何炯 直言不好意思问 王涵则火上浇油 刻意强调 纷纷离开 纷纷离开了 这不是应该去问那些人吗 对啊 龙丹妮的回答可谓是 官方公关模板 首先他肯定彼此 说无论是艺人还是公司 都很年轻也很幸运 艺人能在1894的年纪 被万众瞩目 这份幸运 大家都不能挥霍 其次承认自己的不足 说整个内娱都在发展中 很多东西还不规范 都在探索 主要遵守契约精神 一切都是好的 王涵总结说 娱乐圈是流动的集体 无论他去到哪里 大家都知道 他出道于湖南卫视 而何炯的总结 好像有点意有所指了 不管是去到哪里 只要是光明正大的走 那我们都会带着一个祝福的心 那偷偷溜过去的 我们也祝福 因为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 这还不是最狠的 到了第二阶级芒果粉丝街 芒果台直接邀请各界名人 来吐槽自己